我可能上輩子是台灣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有一個很特別的情感 當我有機會想要去做我一個夢想 開我一個屬於自己的餐廳的時候 我就選第一個就選擇台灣 大概六年前我在準備的時候 我覺得在台灣的餐飲業上面 是比較缺少這個中價位的 會很關注台灣的永續跟環保 或者在地食材的一體的餐廳 我那時候來台灣之前在香港 那香港它沒有自己的農作物 沒有自己的農業 那我覺得台灣是非常非常有這個條件 非常適合去做這樣的一個概念的餐廳 當時也沒有其他人在做 那時候我就覺得 為什麼不試看看這樣 大部分的人覺得 世木魚不是一個非常高級的食材 但是我想要挑戰 配上一個sauce 我們做了一個鮑魚的高湯 用一個便宜 所以稍微大家覺得它是廉價便宜的食材 搭一個高級的食材做出來的一個sauce 有一個對比這樣 我覺得很大的部分是因為我以前工作的餐廳都是這個理念 譬如說我在澳洲的時候工作很長 我們一段時間在Key 澳洲之後我去了那個丹麥去NOMA NOMA就是 就不用說就是世界 可以數一數二把這個概念做到極致的一個餐廳 所以我希望在我可以有一間百分之百可以自己控制所有的決定的餐廳的時候 我們希望以台灣在地當季的食材 我們可以幫助到台灣的一些農業 可以support到這些農夫啊這些栽種的人 推動整個產業鏈一起有一個正向的循環 二十幾歲的時候還在尋找自己人生目標 還是到底我想要做什麼 其實就很簡單 我希望找到一個工作就是我每天起床 就會覺得我很興奮我想要馬上去上班 二十幾歲的時候就跑去從零開始去餐廳學校 同時一邊工作一邊念書 因為我很晚開始 我除了在廚房跟別人一樣的努力以外 就算我下班只有四個小時五個小時 我還是不停的看書聽很多不同的課程 我一直在思考說料理這件事情到底它的本質是什麼 但我後來想通了料理本身就是一個科學 那它就是一個物理跟化學的反應 當我想通了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後面就進步的非常非常的快 我們在第二年的時候就開始做了那個Studio 就是我們把它當做一個用來研發跟發想做新菜的地方 我們常常會做固定做很多不同的project 譬如說我會把很多不同的元素拆開來 這個禮拜的project是做油 不同風味的油 用很多我們覺得有趣的食材去做一些實驗 然後好的我們會留起來 當我們真的找到一個食材 我想要把它變成一道料理的時候 我就可以很迅速 然後很有效率的馬上就把不同的元素拉出來 Let's have a good service Yes! 沒有想過說我35歲開那個餐廳 就會是一些米其林的餐廳 我不會騙大家說我天生就是很熱愛料理 然後我是個天生的料理人 但是我現在我是非常有熱情 很多人說你運氣很好 其實我覺得也不是運不運氣 就真的是看你有沒有 有沒有願意去付出你的全部 因為我付出很多 然後很踏實的去做 我覺得那些好事就會跟著發生 一起去接著 加一個微調節 一起去做 然後做一些照片 今天就會做到一些很妙子